大家好,我是Hady,歡迎收看《月雨最財經》 沒有賣不出去的房屋,只有賣不出去的價格 但是越來越多人發現,價格降了一輪又一輪 房屋還未賣出去 所以有些身懷絕技的業主開始表現了 前段時間,全上海的中介都在瘋狂轉發同一層樓 湖上老牌豪宅翠湖天地放出一套139方的單位 掛牌單價是14萬一方 翠湖天地是老上海心目中寸土寸金的上席角 成交價一早就飆到了20萬一方以上 按照市場的價格,這套房屋起碼可以賣2800萬左右 但是現在的掛牌價只要1999萬 簡單計一計,誰買了這套房屋起碼可以淨賺幾百萬 短短的幾個鐘就有上百組的客戶過來看房 頂著嚴嚴烈日現場大排長龍 看完一波再入下一波,甚至開始要限漏 一點都不輸給折解日的熱門景區 但是當買家看完房屋,準備銀錢落訂的時候 賣家就突然翻臉不認人,拒絕簽購房合同 理由很簡單,他根本就不想這麼便宜賣房 原來他是想用低價信盆為優利 令到全上海中介幫忙免費宣傳 將客戶吸引來看房之後,再給他們現場出價 直至到他適合心水為止 但是他的心理底價是2700萬左右 根本就沒有比市場要便宜多少 老實說,這位業主是懂得營銷的 一波這樣的操作下來,熱度有了,前在下戶也有了 這一招雖然有風險,但勝算很大 無疑是為了港大賣房人提供了新的思路 很快就開始有人學樣了 就在前幾天,南京的樓市宇宙中心河西南 突然爆出了一套驚天順盤 究竟有多驚天呢? 今年8月份,佳兆業城市廣場三期 賣出了一套125方的四房 總價635萬,之後單價5萬元一方 但是現在同戶營的一套單位 從655萬一口氣是降價將近300萬 只和單價僅是2萬9一方 100多方的四房,總價比87方的小戶營還要便宜 消息一出,當日就有20多組的客戶衝過來看房 關注度絕對是有了 同板塊的其他業主明顯是方阻 跑過去中介平台集體投訴 要求下架單位 結果想不到這次降價大速只是維持了10小時 業主很快就收回折扣 又將樓價升到655萬 相信大家也看出來 靠降價來吸引眼球的業主 對自己的房屋多少是有些信心的 比如剛才說到的兩個小區 一個是上海一個是南京 而且地段都是很核心的 只要價格到位其實根本不優賣 正是因為摸準了大家都想要收拾盤的心理 業主才敢自盜自演這一齣戲 那些位置邊緣無人問津的房屋 業主就只能拼持到了 一線城市如果說白送一層樓給你 你敢不敢要呢 最近廣州就出現了相當磨患的一幕 從化區的一位業主表示 他已經是給了首付 並且還了四年的月工 只要有人肯繼續還貸 他願意把房屋免費送給對方 更可怕的是打算白白送房屋的 遠遠不止這一位 有同行聯繫到和小區的業主 結果對方表示 不單是一位想這樣做 有很多業主都想免費送房 有一講一 從化雖然是遠郊區 但這個小區的資質不算太差 連綿的青山、退窗建築 生態環境絕對是一流的 距離郊區的生命線地鐵站 亦是步行的距離 那為什麼業主要排隊送房呢? 因為郊區的樓市真的太冷了 單是扣降價已經是賣不出去的了 據業主的智述 他們很多人都是2018到2019年買入的 不幸的是剛好暫降了 當時小區是賣16,500到17,500一方 但現在二手房的掛牌價已經跌到八九千一方 幾乎是半價出售的節奏 但核心區的半價房一堆人都想去倒閉 郊區的半價房價格都降到這個程度 依然是無人問盡 貝殼數據顯示90日成交三套 平均一個月買出一套 按照這個速度 現有的84套掛牌 不止後年買月才可以買出去了 這個亦都意味著通過正常的買賣 已經是很難將房屋賣出去了 更重要的是房屋從巔峰時期的一萬七 跌到今天的九千 跌幅已經超過了45% 不止是首付跌到沒有了 貸款加利息的餘額 很可能已經超過了房屋現有的價格 換句話來說 房屋實際上已經是資不抵債了 繼續還款只會虧得更多 所以我們先看得到業主排隊送房的魔幻情景 廣州另外一個軟郊區增城 亦有業主願意將工作五年的房屋拱手相送 不僅是廣州 之前深圳的炒家盤 亦出現過免費送房的套路 深圳寶中的花樣連花香 一套27.8方的單間 業主明確表示房屋不要了白送 2020年買入的時候 成交價是365萬 之後單價13萬一方 現在小區和戶型的成交價已經跌破了9萬一方 總價跌到沒有了將近三分之一 事實上已經是資不抵債了 所以接下來這樣的事情可能還會更多 萬一你們都碰上妝 千萬不要貪小便宜蝕大本 做了接盤俠 用網友的一句話來說 這個不叫白送 這個叫債務轉移 如果說買樓白送 業主對非禮房屋還是抱有一絲希望 那麼接下來這種操作 講明業主已經是徹底死心了 給大家看一組最新的數據 上個月中子園發布了今年三季度 全國發泡市場的監測報告 數據顯示 截至今年9月份 全國發泡市場掛泡各類發泡單位是58萬套 參照一下去年同期的44萬套 帳幅高達32% 發泡房的類型有很多 包括住宅、商業、土地、工業、車庫等等 其中和普通人最密切相關的住宅 增足非常明顯 中子發泡數據顯示 住宅去年前三季度 一共拍20萬套 今年已經是升到了28萬套 佔總拍賣套數接近一半 這個一定是所有賣樓的人最不願意選的一條路 停止月供被銀行收回 然後放上貨架等待拍賣 今年發泡房快速增長 背後反映出的現實很可能是 越來越多的人主動或被動走上這條路 不過發泡房並不意味著一路永逸 一方面發泡房的成交率並沒有想像中那麼高 比如重慶的成交率只有四成左右 但已經是贏了很多大城市 好像房屋本來賣不動的惠州 成交率只有18.7% 另一方面發泡房的成交是以大幅降價為前提 一般來說起泡價打個八字屬於基本操作 最終成交價會是怎樣 可以參照表格入面的指價率 比如廣州的整體自價率是八成左右 一套五百萬的房屋最終成交價很可能是四百萬左右 好像重慶這種折價比較厲害的 可能連七成的抵價都保不住 另外如果第一次流泊 第二次就會繼續降價至上折 即使是將房屋賣出去了 估計還會欠銀行一筆錢 麻煩還未結束 剛才看了一眼掛牌量的數據 重慶超過24萬套 廣州突破18萬套 北京接近17萬套 都創落了次新的新高 同事告訴我 最近很多客戶諮詢 十有八九都是先賣後買 當下樓市最苦必的一群人 當然就是二手房的業主了 對於他們大多數來說 上面這些賣房的偏招、怪招 甚至殺招 可能都不是那麼實用 我聽說有些業主不死得低價賣房 乾脆是切牌不賣了 也有些人徹底破房 接受買家明顯是不合理的要價 割肉大便賣 唉成年人的世界 哪有容易兩個字呢 我們當然不可以因為這條路不好走 就放棄了做正確的事 這一期的節目就到這裡 感謝大家收看 歡迎大家留言、評論、訂閱、支持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